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海内外所有支持 帮助 深远过中国自由民主党 中华进步同盟 中国民主党 在国内受贺赛的个人和组织 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向关心关注这次推动中国民主党传播性组织建设的个人和组织 表示我们深深的感谢 中国民主运动从79民主强开始算是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就是在中国实行 都党竞争和合作的民主政治 因此形成一个或数个固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部性的在业党和反对党 使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备由之路 使中国有序平和以最小社会成本完成社会转型 实现现正民主的必备条件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中国民主党人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国内的许多中国民主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几百人日月 许多人默默无闻 承受炼月的煎熬 中国民主党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民主力 成为一面推动中国现正民主最鲜明的旗帜 把中国民主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造就一个可以让民众选择 可以与中共专制对垒的中国民主党 已经是迫在密集的历史要求 在19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进程中 我们希望和为中国当代自由民主事业 做出现身的前辈们走到一起 今天出现了这个可喜的局面 十一年过去 我们中国民主党已经与国内发展的中国自由民主党 中华禁锢同盟联合建党 我们准备技术努力 希望与中国劳盟成员 中华复兴党 新青年协会等成员 融入到这些全国性的反对党的建设中来 特别希望与人霸宪章运动一起推动中国民主党 全国性组织的发展 鉴于中国民主党的特殊定位 中国民主党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也确实有其局限性 我们中国民主党要跟其他方式的谷则 运动和个人沟通 取得更广泛的理解和共识 让中国民主党的光谱更宽更广 信纳人气 拟据力量不得特殊 在这个第二个神经里扎根黑花几股 鉴于中国大陆现阶段的特殊严峻的形势 我们决定先行 先接海外的力量 形成组织架构 为下一个中国民主党进入在海外的发展 鉴定基础 鉴于国内特别的情况 国内参与中国民主党的中间力量 不可能派对表来参加这次会议 中国民主党的属于重要人物 还在鉴定里受煎熬 我们主张中国国内应参与 中国自由民主党 中华禁锢同盟 中国民主党 以及其他民主维才运动 而被中共专制当局 劳改监禁和劳教的成员 在本文部反对的情况下 都将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 我们海外的朋友和组织 是为国内中国民主党能纳可 发声的服务性后援组织 并特别用于推广和扩大 中国民主党的品牌和声望 确实 在这次储备中国民主党全国性组织的进程中 也有水都不尽人意的地方 希望各位批评指振 我们因因其盼和广大民运同仁 以及各界有识自私一起 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民主政党 承担其引领中国现政民主转型的历史任务 通过各种方式与中国执政党竞争 完成中华民主的历史性转折 我们热切呼吁所有追求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人民 携起手来 求同存以 共享胜举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组织务实的强大的统一的全国性的中国民主党 作为责业党和反对党 是为了现政民主转型在中国的尽快启动 是为了在中国未来的现政民主转型中稳定局势 巩固民主成果 半句话说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 未来中国社会在现政民主转型过程中减少动荡 促使社会的平稳固度 让更多的民众 更多的社会阶层理解支持现政民主的转型 理解支持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壮大 最后 预祝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特别代表大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说明一下 中国民主党特别代表大会 资格审查委员会 有特别代表 共66人来自国内 这几个省市自治区 和海外 美洲 欧洲 澳洲 日本 香港 等地区 十多代表 49人 谢谢 编 atención 开心